最近 全红蝉在全国跳水锦标赛中丢失女子十米单人跳台的冠军 相关事件在外界引起非常多的关注 她的粉丝甚至在现场直接怒批裁判黑箱操作 刻意压分打击全红蝉才让她丢掉冠军 到目前为止 这个风波已经过去几天 但是相关事件的热度却一直没有降下来 包括奥运冠军何冲以及官媒都接连发声 批评全红蝉个别极端的粉丝 认为他们不应该把这种饭圈文化带进体坛中 值得一提的是 就在最近 在和陈玉璽完成十米双人跳台比赛夺得冠军之后 全红蝉重点提到自己和陈玉璽之间的关系 还用一番话辟谣了外界的离谱谣言 这次随着裁判压分事件不断发酵之后 外界都很担心全红蝉和陈玉璽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变差 毕竟在十米双人跳台的备战中 有媒体发现他们两个人并没有参加和练 大家自然都在猜测 是不是因为此前的风波影响了两个队友之间的关系 结果在这次携手夺冠站上领奖台之后 首先是陈玉璽主动牵起全红蝉的手 带她一起站上领奖台领取金牌 随后在赛后的采访中 全红蝉特别点名提到陈玉璽 直言这场比赛自己失误出现问题非常自责 但是陈玉璽一直在旁边鼓励自己 然后让自己迅速调整在后面把比赛跳好 最终才拿到冠军 从全红蝉这番话中 我们可以得知两点非常重要的信息 首先第一点她们姐妹俩没有受到外界风波的影响 关系一直非常不错 另外一方面 陈玉璽作为大姐姐没有计较个别粉丝的言论 她始终还在鼓励着小红 还是希望携手队友一起共同进步 从他们两个人的举动来看 彼此应该都是双向奔赴的 一方面 全红蝉很珍惜和陈玉璽之间的友情 所以在公开表采访中 不忘点赞队友对自己的支持 另外一方面 陈玉璽也是非常暖心的大姐姐 无时无刻都在用行动支持全红蝉 即便是在红姐失误 在赛后非常自责的时候 陈玉璽也在采访中肯定了她的表现 总的来说 这两个小队友之间的关系依旧非常不错 没有受到此前裁判事件的影响 希望个别极端端粉丝适可而止 让这两位天才选手能够安下心来 好好备战明年的八年会 不要再用这些事情 人家和他们 哪里是 第一个小队友 陈玉璽